机箱已经拆好了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源装起来 这边有一个封口 这边有网格 所以说这个封口应该对着这个网格 这个可以先拆下来 把这个拆下来以后呢 我这个电源放进去就比较好放了 不然会影响我的走线 这有一包螺丝 这螺丝也有好几种 像领电源的话找这种 进上 这个电源装好了 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线给它理理好 这有个扣 把它塞到底 然后这样滑出来 到主板上的主电源线 主供电线 到主板上的主供电线 这些呢 是接硬盘的这些电源线 这个线应该是最后接了 现在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主板 我们的主板一般都会配一个这样的挡板 我们先把这个挡板装在机箱上面去 这个是CPU 我已经装好了 这个CPU的话 它是 这样拎一下 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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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松了 就可以拆下来了 你看 这就可以拆下来了 那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是CPU CPU怎么装呢 把这个 拉杆 拉开 往外拉 拉开 拉开以后呢 这边给它 掀上去 定位的装置 这样 把这个 套口对着这个吐起 然后 平的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 盖上 这样 拉一下 按下去 然后呢 往外拉 这样塞进去 这个CPU就装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线的长短 或者是你这样旋转一下 是吧 调整一下这个线的这个长度 然后呢 把这 位置给它对上 这个是原厂散热器 就这样 塞进去 然后按下去 咔它一声 按下去咔它一声 咔它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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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四声响以后 这个CPU就已经装好了 我接个电话 哈喽回来了 对不起 刚才忘了戴这个 防静电手套了 现在天有点冷了 静电还是要预防一下的 别一会儿点不亮了 这个CPU装好了以后呢 你看这内存啊 讲一下内存 内存的话 也就是这样插进去 我这边是四颗内存 你看这内存上面有编号 1234 你就按照它的顺序插 比如说你插两颗内存的话 你插在13的话 它就没办法组成双通告了 你插一 然后插二 这样的话 它可以组成双通道 然后呢 你要是四颗内存的话 你再插三 四 就是两个双通道了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 现在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固态盘 装在这个位置上 固态盘给它装上去 这上面螺丝已经配好了 在这上面 拧下来 这样斜着 插进去 然后按下去 把螺丝拧上 好 这个固态盘也已经装好了 那 这个主板上没有东西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主板 放到机箱里面去固定了 这个主板 往机箱里面放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一端 有IU口这一端 稍微低一点 然后后面这个高一点 像斜着放进去 然后对轮这个口 然后看这主板跟这螺丝 固定螺丝的这些 位置是不是都对上了 好了 等完全 对上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领螺丝了 位置对的不准 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检查一下 我现在所有的螺孔跟铜柱 都已经完美的对上了 我可以领螺丝了 领在主板上的这种螺 螺丝螺末是这样子的 应该能看清楚 刚才的螺丝不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这个角落上这个 然后把这些 等所有的螺丝都领完了以后 很顺滑的领进去了以后 然后把这些螺丝再拧紧 拧紧了 那我这个都拧紧了 我现在把这个绿层给它拆一下 装一下看看 现在像这个内存的话 它是双向这种 按下去的 有的内存 它是这样斜着插进去的 然后按一端 把这个打开 这个打开的状态 然后呢 这样两边按下去 听到咳嗒一声响就装好了 年线的话 等主板装好了以后呢 你这个线怎么走的话 你就会相对来说 比较清楚一点了 像这个 这个位置的线 这个 主板上这个 最主要的供电口在这 那这个线在这 那我知道它位置在哪 我后面 从机箱背面的看 我就 我就知道这个线怎么走了 我们先把这个 USB3.0给它贴上 它这边有个凸起 这边有个祸口 这样插下去 对着插下去就好了 手垫一下 好 靠它 看它有点响 这个线就插好了 这个是前置音频线 前置音频线一般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前置音频线这么走的话 线就不够长了 那这么走的话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线我们一会把它抽掉 从彼的位置记 先不管它 那我们看这个线 如果你的主板有 有这个的话 如果你的主板有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先接上 然后再插进去 就不用埋头在这里面找了 我们需要把这个 这个档板 可拆卸的这个档板把它拆掉 拆两个 然后这个显卡呢 这样 插进去 那我们之前要把这个螺丝给拎掉 好 显卡装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机箱背面这个显卡的供电线给它 从这里塞进来 然后就在这里 记得到目前所有的安装都已经完毕 线已经离好了 这个是最终的样子 这个是最终的样子 现在我也理过了 那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装好了 那一会儿我们去点亮 看看能不能停 怎么样 确认没有问题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机箱盖盖上 下一步装系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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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